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您这么洗衣服的忙 放那么多洗衣粉 都给我洗坏了 那怎么办呢 爸 您以后别乱动我东西行不行 结拜那主意是谁想出来的 我们俩一块想出来的 该想的想不起的 搜主意倒不熟 没事 多想想 你那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以前在这儿藏过金条银条啥的 大哥 我画完了 这是你 这是我 这质 完了 大哥 二哥呢 里边呢 进来错吗 不错了 问你个事 什么事 啥事 想不想演戏 演戏 群众演员干不干 干呀 跟我走了 现在啊 现在啊 给钱吗 给啊 一百 就一百啊 你又不是啥明星大腕 一百就不少了 你要在家待着 一百块钱还没人给你呢 那他们俩怎么办 让他俩在家待着吧 拍戏遭罪着呢 行吗 有啥不行的 就一场戏 太晚咱就回来了 那要出事了 别怪我 那要出事了 别怪我 您好先生 带过来打啤酒 先生 您已经喝得不少了 什么意思啊 行我没钱付账是吧 拿去 好的先生您稍等 您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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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量快点开啊 好 看 你说他俩在家能喜欢啊 二哥 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塔 塔是什么呀 塔 塔就是 你没见过他吗 没有 他可漂亮了 你想去看他吗 想 我带你去啊 现在呀 对呀 可是大哥不让咱们出门 一会儿就回来了 可是 那你又不去我自己去了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好 咱们走 好 好 喂 大家吗 我站在零四二十九组八门口 这 就按谁过来吧 哥们儿 车不住啊 怎么了 没什么事 找你借点钱还 我又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借你们钱啊 交个朋友吗 谁跟你们交朋友一边待着的 够 够有空吗 把雷给我装进来 下来 把钱拿出来听见了没有 你小子活腻北了吧 Beyond theқ doet 想和奚 你圆化 rivers 你怎么作地也不走了 我走不动了 我感觉咱们都快要走出地球了 马上就到了 你总说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可终也没到 咱们肯定是走丢了 放心吧 不可能 我认识这条路的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那真能看见塔吗 骗你是小狗 那好吧 走 来来来 帮我开两边 我耍个剑 好 干吗呀你 三姐 那五群众到了没有 快点 快点 你赶紧地再催催 马上就拍了啊 好 好 来来来来 挺帅的 喂 你们到哪儿了 啥 不来了 你们靠不靠谱啊 想不想咱有事全混了 要不然我给你加点钱行不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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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哪 说不来就不来了 这不坑人呢吗 咋了 那几个群演不来了 这怎么办 我哪知道啊 赶紧找别人吧 上哪儿找啊 这大半夜的 要缺一个人还行 差五个呢 你演一个不就差四个了吗 人要男的 你现在请爷们的 找抽是不是 这至少 没呗 没呗 什么 到了 就是这 塔呢 在里面呢 那走吧 走 二哥 那个房间是干吗的呀 那是卖票的 你带钱了吗 没有 你也没带呀 你不买票 人家肯定不让咱们进去 你敢跟我跑进去吗 你敢我就敢 好 一 二 你等一下 干吗 电视里都是这样跑的 跑得快 太对了 听我口令 一 二 三 来 导演 您看怎么办 就这四个 对不起导演 我真没想到他们几个论不讲信用 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不讲信用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少几个就少几个吧 谁说的 谁说的 导演 他没进去 你别说话 你再说一遍 我 我是说 凭您的能力 就是一个群演没有 你也能拍出大片来 我的能力 你知道吗 你见过吗 我最讨厌你这样的马蹄精 我没拍马蹄 我说的是真的 我听着也想跟您 能不能具体点 啊 哦 嗯 虽然我跟您第一次接触 我觉得您特有亲和力 嗯 就您说话那状态 瞬间就能感染我打动我 我觉得您就是一个特有魅力的导演 可以这么理解啊 接着说 嗯 虽然您眼睛不是很大 但是特别有神 而且眼神当中透露着一点自信 嗯 就这点自信 那就足以秒杀国内的一线导演了 嗯 他们跟您就没法比 都是图有虚名 总结得太透彻了 太到位了 导演 要不咱先拍吧 不行 我一定要揭穿这个马蹄精的谎言 嘿嘿 你接着夸 啊 不是 接着说 哦 看见了吧 那也就是塔 哇 好高啊 我没骗你吧 二哥 你经常来这儿吗 我没事的时候就过来 嗯 嗯 这里怎么没有人呀 这里的人都睡着了 啊 那咱们也回家吧 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呢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那边有什么呀 我的朋友 二哥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嘿嘿嘿走 性格决定命运 正是由于你独特的性格 和不同常人的天赋 注定了你今生的命运 会不同凡响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这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出现 那就是广大观众的福音 就是新世纪的一道曙光 哎呀 完了 我这点秘密全让你发现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说的可能有点过 那 我 你说的都是实话 哎 啊 是不是 是 导演 这肯定是实话 但是 后边的戏子还拍不拍 哎呀 那广大观众 还期待着我的作品呢 哎 各部门注意 准备失派了 来来 都想想想想 来来来开工啊 这是什么 警察在那儿 我儿子怎么样了 您是伤者的父亲 对 他没事吧 都是些皮外伤 没啥大事 大夫正在里边处理伤口呢 啊 啊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赶到了事发现场 初步判定 他应该是在醉酒后和别人 发生了冲突 具体的情况啊 还得等娘儿子出来之后再说 哎呀 他也不让人省心了 再说 咱商量点事情 你说 咱以后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呀 遇见不靠谱的人 你就得这么对付他 不是说话 我都好多年没说过瞎话 真是纳闷人 你那些乱七八糟 六七拍马屁的话 都在哪学了呀 畜处留心皆学问 真是硬了那句老话 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出零 这指什么 哎 导演说那句话你记住没 记住了 就是一说开始 然后咱大喊一声啥呀 然后拿着刀跑出去 比划两下不就完了吗 主要是表情 你得凶狠点 没问题 你看我这表情 嗯 嗯 行吗 你那是急没弄眼的 你也太无语了 怎么会恶心呢 是不是 因为没化妆了 你可拉倒吧 一个群众演员化啥妆啊 那我也得注意形象啊 这是我第一次触电 演员就位 预备 开机 别说话啊 赶紧上 三二一 开始 杀 哎 我刀呢 这坏了 我刀呢 哎 我刀呢 停 太好了 过 过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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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眼呢 不是 这指上 哈哈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姐姐是谁啊 她是我好朋友 她在哪呢 她在里边睡觉呢 那她什么时候能醒啊 我也不知道 二哥 你经常来这儿吗 经常来 我每次来都给她送花 可你今天就没有带花 我忘了 三姐 你今儿可得好好谢你那权业 要没她 你一分钱都别想拿走 要谢我也得先谢老弟女 谢我干嘛 人你一共是四个权业 今儿跳出情况 给你折三百 加上你的领队废和打车不住 一共是一千六 点点 点啥点呢 老弟 这二百姐给你 一点心意 不行不行 咱进 这个不行不行 有啥不行呢 这样 行 那我先回去了 你们回去也注意安全 好 再用群演听闲之声啊 好嘞 来 来 来 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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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走 去哪 啊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瞎琢磨了 你演得挺好的 我问一下 你今天演戏多少钱 跟你一样啊 也是一晚 咋啦 没事 谁第一次演戏都会紧张的 你放心吧 你再多跟我拍几次就行了 我才不拍呢 你不是喜欢演戏吗 我是喜欢演戏 但是我不喜欢跟你演戏 为啥 因为你太会演戏了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啊 就是逢场作戏 一点也不实在 哎呀 看不出来你还挺懂戏 你知道吗 以前有个导演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他说我演戏不走戏不实在 呈现出来的表演不够真诚 行吗你 这智商 这智商 很久不见你 你怎么能看我 你爹 危险 你怎么看你 你爹 我跟你说 我又不看你 我爹 我也不天á 这个还不睡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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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 我爹 我爹 你爹 我爹 爹 我爹 你爹 你爹 跑哪儿去了 有吗 没有啊 他们两个跑哪儿去 会不会在你家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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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没有啊 我说什么来着 就不能让他们俩在一块儿待着 你现在说这话有啥用啊 不说这说啥 还让我夸你是不是 要不是今天你非拉我去拍那个破戏 能出这事吗 给你钱的时候你咱不说这个呢 别给我提钱 喂 对对我是 他们俩现在在哪儿呢 好好我马上就过去啊 找着了 在哪儿呢 在墓地呢 啊 太对不起了 我也没想到他们俩能大半夜 跑到墓地里去玩去 对 您大人不计想过 千错万错都是您的错 都是我们的错 要打要罚您随便 我们绝对没二话 这可是你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他说的 啥要打要罚没二话呀 罚可以 打不行 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还能真打呀 万一他又真打了呢 这大男人说话你得负责任 这智商我怎么不负责 行了行了 您俩是解决问题来了 还是制造问题来的 哎呦啊就你们俩跟他们俩什么鬼 我是他姐 我是他哥 你是他哥 我就怎么看他年纪比你还大呢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行吧 长就别说了啊 老哥呀 您说吧 有什么要求 赔钱吧 赔多少 是吧 你穷疯了 怎么说话呢 我哪儿就十万啊 他们俩是不对 你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啊 十万 你掐死我得了 民警同志你看他态度啊 都冷静冷静 有什么花心平气和的数位啊 吵能解决问题吗 不好意思啊 我想上个厕所 我也要去厕所 我也想去 去吧 老哥 老哥 我能跟您聊几句吗 没嘛好聊去 你想什么 一点记性能力 我怎么跟你俩说的 不许出门 为什么不听话 是他 他是陪我去的 不对 他是陪我去的 是我出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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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你俩就别客气了 这智商 爸 对不起 你太让我失望 家里没酒喝吗 非要跑到酒吧去吗 你既然这么喜欢玩 那就好好玩了 以后不用去公司了 爸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嗯 等一等 你别说了啊 我心里不好受 你你 太不容易了 是啊老哥 您说他就我一个亲人 我能不管他吗 不能 不能 绝对不能 您再想想 我一个小老百姓 我哪有十万块钱赔您呢 谁说赔钱了 你刚才不是说 我那不是气话了 你整给我那十万块钱 我都不是怎么话 你真是太实在了 你看这事 真是麻烦没事 你带你弟弟看你回去 太谢谢你了老哥 谢谢你 那另一个呢 那个不行 老哥 不是你看 你刚才给他个面子 能不能也给我个面子 你都看出来了 那个丑子事实挺大 其实这上就是个孩子 你犯不着 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 我不是冲孩子 我就冲那双老哥 他嘴太狂了 我就得扳扳他的嘴 哎呦 你要是冲他就更反不上了 那家伙 有时候智商还不如过孩子呢 哦 卖不得了 看着就有点不上场 说不定是大脑压后遗症 哎呦 什么情况 事情解决完了 都回去吧 以后看着再贪了 别再惹出傻事了 谢谢警察同志 不客气 还不谢谢人老兄 多亏人家矿红大量 谢谢啊 钱不用赔了 算了 没事了 大妹子已经把你的情况 给我念叨了 你能够治根脱包 说明你这人血儿还不坏 不过你这脾气得改改了 不然的话你得吃大口 哎 你带他俩回去吧 我送送人家 嗯 我脾气不好吗 嗯 这智商 行吗 可以吗 老哥 太谢谢你了 打住 别爽了 这都过去了 老哥 这一百块钱你拿着 干嘛 自个儿买瓶子 干嘛 你这不汗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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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这不汗汗吗 干嘛 干嘛 你这不汗汗吗 干嘛 你这不汗汗吗 干嘛 你这不汗汗吗 拿回去 你这不汗汗 太不好意思了 你这就汗汗 干嘛 你怎么在这啊 夏天老师 我来看看我大哥 是不是大哥 你大哥 是 我 我是他大哥 他 他是我 亲 亲妹 你好啊 夏天老师 你这是 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我来看看他 哦 阿姨去世多久了 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我 听说你是在美国回来的 嗯 我八岁的时候 跟我爸去了美国 我也是前几年才回来的 你爸爸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他呀 他放不下自己的生意 那你在国内还有其他亲亲吗 嗯 但是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奇怪 怎么这么多花呀 是啊 这么多花 会不会是你母亲生前的好友送的 我也不知道 不过每年都会有很多不知名的人来看他 这说明我妈呀 生前一定交到了很多知心的朋友 妈 我来看您来了 您在那边还好吗 我爸在国外 他身体挺好的 您就放心吧啊 妈 我想您 你怎么哭了 我也想我妈了 来 进来 郑总 您看见副总了吗 什么事啊 有个文件需要他签字 他签不了了 我签吧 签不了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呢 小副总出事了 出啥事了 出大事了 小副总昨天在酒吧喝多了 被人给打了 老惨了满地都是血 你怎么知道的 董事长的司机亲口跟我说的 那还能有错 那咱要不要去看看他呀 看啥看呢 他要是把别人给打了 咱可以过去慰问一下 现在是他被别人打了 咱过去看他 那不是澄清让他明面子吗 那以后他在公司还能有微信呢 对 您说的太对了 这事啊就得像没发生过一样 明白了 明白了 那这文件怎么办呀 我来签吧 了 Rob Over 你 уется 郑总 你 簽错字了 是吗 嗯 不好意思啊 后来我再重签一个 这回行 好家伙 这心里话都签出来了 说 去墓地是你俩谁的主意啊 不说话是不是 信不信我每人打你们二十板子 你别打他 是我出的主意 不对 是我出的主意 说 去墓地干啥去了 是去看一个阿姨 阿姨 看见了吗 看见了 你呢 我也看见了 这阿姨长什么样啊 阿姨长得 我说不上来 你说 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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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不上来 阿姨多大了 多大 多大 这么大 啊 是穿块的 这至上 是穿块的 这至上 是穿块的 就在这里 我的心才能静下来 要是我在这儿 心里可没啥地 为什么 这可是墓地呀 一个人多害怕啊 大白天的你也害怕啊 白天倒还好 要是晚上可受不了 谁大晚上会来墓地呀 那可没准 昨天晚上就有俩傻小的 跑这儿玩来呢 昨天晚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大哥告诉我的 还有这种事啊 不会是来看我妈的吧 就你们俩这脑子夹起来 还没松嘴大呢 还敢骗我 说 说 去墓地 到底干啥去了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不相信我们说对话 我们也没办法 我也想相信你们 可你们编着瞎话 实在是千疮百孔 遍体鳞伤的 我怎么相信你们 喂 江叔 有事啊 小钱啊 那个 你现在忙吧 我 还行 你有什么事啊 你要是方便的话 能不能接我一趟啊 咋了 你又忘带钱包了 不是 我打算回老家了 你能不能送我一下啊 什么 你要走了 城里待你了 我想回去 那江南呢 他上班了 我 我没告诉他我要回去 你 你实在没空的话 那就算了 有够有够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好嘞 太好了 终于要走了 大哥 你要出去吗 对啊 啥意思啊 又想往外跑啊 谁让你们坐这儿了 军上 嗯 您去睡会儿吧 爸 您还真打算让我离开公司啊 嗯 为什么呀 我不能看着我辛辛苦苦打拼的事业 断送在你的手上 我 我怎么就断送您的事业了 我已经够努力了 您还想让我怎么着啊 您让我去上那些培训班 我去 您看不上我交的那些朋友 我全跟他们断交了 您不让我交女朋友 我连女孩电话都不敢留 这么些年 是不是您说什么我做什么 昨天晚上我被人抢了 我被打了 您说过一句关心我的话吗 您怎么总看我不顺眼啊 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 给夏田老师 你先喝口水解解渴 谢谢啊 哎呀 谢啥 要说谢我还得谢谢你呢 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跟我说了那么多的心里话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其实呀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觉得 你应该让你父亲回国陪你 你看咱们中国现在发展的多好 没错 我决定了 拍完这个戏 我就让他回来 他要是不回来 我就去美国把他拽回来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啥时候回来 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事 没事瞎打下电话 我就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会儿就回去了 男朋友 男朋友 哈哈 哈哈 让人为我弱 得失魔张扬 出事要低调 做人不能装 人有切日豪 花南白日香 想风开口笑 何必非一思量 若想掉大雨 夏儿要放多长 只有灯高处 方能远眺望 于是莫逞强 一肉能可刚 心中无牵挂 胸怀才抬荡 这只伤 这只伤 教你这只伤 这只伤 聪明翻倍 聪明乌 自己总受伤 这只伤 教你这只伤 不如一世最难了 此朝最漂亮 让人为我弱 得失魔张扬 出事要低调 做人不能狂 人无切日豪啊 花南白日香 尝封开口笑 何必非一思量 若想到大雨 夏儿要放多长 只有灯到处 风能远眺望 于是莫逞强 一肉能可谅 心中无牵挂 出怀才抬荡 这只伤 教你这只伤 聪明翻倍 聪明乌 自己总受伤 这只伤 教你这只伤 不如一世最难了 此朝最漂亮 这只伤 爱聪明翻倍 聪明乌 自己总受伤 这只伤 教你这只伤 不如一世最难了 此朝最漂亮 难得我都最珍贵 莫消这只伤